我们这里的文章类型 也就是字典的效果 已经可以实现动态加载了 可以使用自定义标签 TimeLift的自定义标签来实现的功能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FastDFS的 等一下 FastDFS的服务端 咱们已经架设好了 那咱们现在的文章要继续 继续的话 咱们要做一个功能 就是上传图片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FastDFS服务 没有开的话 咱们要把它打开 Docker PS 对 我这里是开放的是吧 服务端有了 咱们现在要做客户端 就这个意思 要做客户端 那咱们就需要一些东西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弄啊 蓝灯连不上了 断开重连一下 先不管它 放一遍 好 然后看怎么弄 首先呢 我们做的是Java版的客户端 那C呢 有C版的 PH有PH版的 对不对 我们做的Java版的客户端 Java版客户端是怎么弄的呢 就说的是从 我们先从圆码要安装一下 它的这个类裤 因为它在Marvin仓库里没有 对不对 没有的东西 咱们就得下载圆码 自己安装到自己本地的仓库 这个意思啊 那么咱们在装这个 装FastDFS的时候 下面给了几个资源 有一个是圆码地址 我先看一下能不能上网 网是能上的 翻墙翻不了 我先把翻墙关掉吧 网速有点慢啊 好 那么这里 对不对 就是 它的这个圆码 我们用了这个Libre Fast Common 然后这个FastDFS的 安静可是model 对吧 这是我之前提前给你们下载好的 其实也就是从官网下载的 对吧 这些都下载好的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Client Java 这就是这个FastDFS的 客户端 那实际上呢 等一会儿这个教程里的代码呢 其实也就是从这里扒回来的 是吧 照着它的这个仿的啊 那么这里呢 它有说啊 一个是Aunt 一个是Marvin 咱们用的是Marvin 是不是啊 那第一步肯定是克隆源代码 然后打个包处理一下啊 那第一步呢 就是先从Gate上面 把这个代码克隆下来 是吧 先从Gate上面克隆代码 我已经克隆过了 在我的这个Gate里 有一个这个 克隆完代码之后呢 很简单 Marvin都会用是吧 Marvin Clean Install 安装到本地仓库 那这个流程 就是这一步嘛 是的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使用Marvin 从架文件安装 就是说你把架宝打完之后呢 使用Marvin的口令 直接安装那个架 那我们不需要 我们已经装过了 在Tagate下面 有一个这个 这个架宝不就生成了吗 咱们的客户端工具类 就过来了 是吧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你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呢 他就说在您的Marvin项目 泡沫中添加依赖 是不是啊 最后我平常给大家的教程 都是这个套路 对吧 大家给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套路 你看别人家框枪也这样子 是吧 所以教程都长这样啊 教程都长这样 那你把它复制一下 带到我们的项目中 dependencies是吧 因为咱们是放在这里 管着在 好 然后咱们就增加多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叫fastdfs dfs begin 这个是and 然后这个fastdfs啊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了 好像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了啊 那可能这个版本 已经比较稳定了吧 它叫snaphot 那咱们在上面新建一个 fastdfs.version 按照我们自己的套路走 对吧 那你看啊 我这里的是我的套路 那你去公司之后 有公司的套路 那我告诉你这个套路 就是说 反正每一家 有每一家不同的套路 咱们做事情 对不对 就是按照统一的套路 这叫约定 由于配置 那我说了 我是这么配的 那我的项目怎么配的 大家过来 就是说咱们在这工作的话 那就就这个套路 是吧 别人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啊 顺着他的手就行了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 web.admin这里 把这个依赖带上 是不是啊 这只是一个依赖的管理 咱们到web.admin 啊 放在project的上面吧 从这 好 版本号一刷 然后 刷新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这个依赖 这里 fars的dfsclient家吧 看到没有 依赖进来了 这就简单了 是不是 咱们下一个环节 客户端 安装完了 然后呢 就创建这个工具类 具体的呢 具体的这个 这个创建过程呢 我已经给你大家 从这里面 从它的代码里 我已经挑出来 它里面有案例啊 也是从它里挑的 我就直接复制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叫做 storage的service 它是一个文件存储服务 我们知道 fars的dfs有两个角色 对吧 一个tricker跟踪器 一个storage 啊 存储节点 是不是啊 存储 存储那个 就是两个 所以我肯定要配 我肯定是要配 tricker和storage的 所以它就这个概念啊 那这是一个接口 对不对 咱们就创建一个 这么一个接口 我们到这个 config下面 你看我配了一个timelift 那我现在再配多一个 配多一个 fars的dfs fars的dfs 是吧 然后新建这个 存储服务的这个接口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接口呢 就干了两件事情 一个上传 一个删除 没别的 很简单 把它复制下来 上传 删除 是吧 文件名 扩展 文件扩展名 然后二进制的这个内容 就跟原来的这个上传一样 都是流 对吧 这个就是 文件 存储 服务 接口 好 有接口就要有实现 对不对 有接口就要有实现 那么往下 就是实现 实现的叫做 fastdfs storage 就是service 那我们就实现它 用一个class 实现一个storage service 一个这个 好 这个是initial 避印的这个东西 上面两个是实现storage的 这个是文件存储服务实现 然后这里的代码呢 都是从官方弄回来的了啊 就是等于是复制官方的 就像我说的 你找到了之后 你就一行一行复制 那第一句呢 就是日志 把日志倒一下 然后就过来复制这个 你看这里有个trick client trick client 那个 跟踪器的 对不对 fastdfs 跟踪器的客户端 那这个是从哪来的呀 就是从它提供的 这个价里出来的是吧 有客户端呢 我就知道了 我最起码配个地址什么的吧 我得知道 我的fastdfs文件 不是 服务器位置什么的吧 对吧 就配配地址 传个数据 完了对吧 好 那trick server 有服务端 有客户端 你把这一排 你都复制一下 像这种东西 我说了 这种代码 都是什么呀 都是官方的人写好之后提供给你的 拿过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然后你有特殊需求 才在这里面改 没什么特殊需求 直接拿来用 那这个name value pair是 是这个的 对吧 这个是call c source 是吧 c source是 是是是是 是在fastdfs提供的 对不对 就照着这个 往里一传 你不管它 就放进去就行了 好 这就是update 然后下面是delete 你就再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delete 删除 好 这都是官方提供的源码 直接就是例子 拿上来用 能用了再说 用完之后 如果你有特殊需求 我们再改 对吧 直接复制啊 都给你调好了的 trick server 啊 少复制一行 好像 这里有一个 trick server 粘贴一下 这个是sprey的啊 这个value是sprey的啊 i-ta value sprey的 你看这个地方写的storage 这个trick server 意思是什么呀 意思是动态 注入一下服务端的地址 是不是啊 服务端有地址才行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的跟踪器在什么地方呢 那很显然我的地址在哪里啊 在在在在我的虚拟机上 对不对啊 到时候怎么动态注入呢 放在配置文件里 是吧 所以等会咱们还要改配置 好 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实现就有了 那再往下一趴 有一个文件存储的服务工厂 怎么创建一下 那这时候可能有的同学会想 哎呦 我操那你就在这复制粘贴的 这这为什么不是自己写出来的呢 因为我说了 它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官方提供的例子 就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只是把例子搬到文档里 我把它粘过来 那你这时候比方说 比方说我举例子啊 比方说你去实现一个支付节课 写那个支付宝支付 你上支付宝的官网 你就能看到 它有一个Java版的demo 然后它里面就写好了的支付的例子 哦 不就复制三天吗 是不是和我写前端的时候 那种玩法一样的 就是这种技巧知道吧 它变成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这里实现的是FactoryB 实现一下 这个叫文件存储服务工厂类 实现一下 好 然后再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我整个复制过来了啊 一样这个Value也是的啊 也是走Spring注入进来的 好可以了 工厂列也有了 最后就是要注入一下 就是把它等于是放到那个Spring的配置里面 是不是啊咱们用的是啊发色DFS configuration对吧 通过Spring注入一下 你用一个这个 注一下 注入的是那个Factory 和刚才注入那个Double 一个意思 对吧 就完了 然后这一段代码 我这么说吧 以后还要不要写了 不要了 以后不用写了 这种东西就写一次的 你下一次还要用到FactoryDFS怎么办 就别的项目要用到的话 对吧 你把它代码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FactoryDFS还可以这样 因为我在我是写在web.admin里面 那我这个时候其实呢 我可以干一个事情怎么样 我再创建一个项目 我这个项目专门用来维护FactoryDFS 可不可以 对了吧 哎 这个项目呢 就这样的话 我就通用了 对吧 那我如果我需要用到FactoryDFS的话 我只要只需要去依赖 有有这个工具类的项目就可以了 那这个项目就可以用到FactoryDFS 不就抽出抽出一个项目来了吗 那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需要用到文件存储的服务的 都可以依赖这个项目 对吧 我只是现在写在web里而已 那这种东西就是写一次的 所以才需要找demo 直接把它弄出来 能用就可以了 有特殊需求才在里面改 没有特殊需求就不用改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说是花时间 还把这一套还写出来 这要写多久 对吧 所以有例子就可以了 好 有了这个之后 那就得实现这个controller了 对吧 好 第一步就是先增加配置 增加配置 咱们到application里 增贴一下 你看 这里是fastdfsbaseurl 这里有个storagefastdfstrickerserver 好 我们再回到我刚才写的这个 这个实现里 是不是啊 storagefastdfstrickerserver 你再到这个配置里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atavalue 也就是用sprint注入值的方式 把配置里的值带到代码里 这样就不是 这样一二三带过来了 这不就是我们虚拟机上的 那个叫什么 fastdfs的服务端地址吗 对不对 带着ip带着端口带过去了 他就能找到 那这样子的话 再回来看 稍微看一眼 那trickserver 是不是就等于 自动的就实力化过了 对吧 出手画过了 在这里 对了吧 这样的话 它的值就有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下一步 写一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就叫 uploadcontroller uploadcontroller 那说白了 如果我另外开一个项目呢 那这个项目名字就叫做 比方说gamingserver serviceupload 可以吧 去看这个事情 对吧 没了 对吧 好 咱们建一个 upload controller 这就叫什么样 文件上传 ata 控除了 就很简单 然后 然后就是要 注入 这个service 和指定 fastdfs的地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 刚刚配过的 在这里 那 这个地址是哪里啊 888 那天装的时候 安静克斯的端口是888 对不对 也就是这里指定了 安静克斯的 这个地址 下面这个地方指定的是 trick的地址 那有了这两个地址之后呢 是因为 我们当时 在lilux上测试 上传的时候 它返回的只是一个group group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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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那个上传的那个地址 但是它并不知道 服务器的地址呀 所以呢 我在这里手动 把服务器的地址配上 那到时候 咱们得回来的地址 就是用服务器地址 加上传的地址 合并出来 才是一个完整的 是吗 fastdfs上传文件的 真实地址 对不对 就这样子才能做到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就方便了 就是干这个事情 那我就再回到 uploadcontroller 然后就写一个方法 上传 就写一个方法上传 map 好 等一下啊 那么这里你看 我这里传了两个参数 叫multipodfile 就是说它支持多文件上传 但是我写了两个这个参数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我们有两样东西 要做到上传的功能 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上传组件 就是在这里会有一个上传图片的 这么一个组件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文章还没有详情 对不对 文章那个详情是用复文本空间的 那个复文本空间里面呢 就是写的这个文章剧情内容 就是文章的排版啊 就是带文字 带标题 带文字 带这个图片的这种样式的东西 那叫复文本空间 对会咱们要把复文本空间装进去 那么也就是说 我有两样东西要做上传 一个就是专门的上传组件 上传图片的组件 一个就是复文本空间的上传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它两个都是前端的插件 它两个人上传的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说它要得到的返回的结果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呢 专门放了两个东西 对不对 一个用来接收普通的上传 一个用来接收 一个用来接收普通插件的上传 一个用来接收复文本插件的上传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个攻击类 叫MapperUtios 因为我这里返回的数据是死群 也就是说呢 我要将对象 怎么样 变成死群字符串 那才能变成Json格式嘛 返回给客户端 做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里头只有一个 Jackson来做Json的封装和解析 这么一个事情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特别封装了一个叫做 Json的这个Utios 那JsonUtios呢 正常情况下 就Jackson这个东西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用 private一个object Mapper object的Mapper 等于new一个object的Mapper 然后呢 我通过object的Mapper object的Mapper.write value as死群 这里面object的 就是会将对象 转换回死群 那我在这里面的话呢 那他已经封装了这个方法 但是我现在不想直接用 object的Mapper 我想封装一个工具类 这样用起来的话更通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一个工具类 就叫MapperUtios 那这个通用的工具类 我就把它放到 这个comments里面 Utios 这就是Jackson的 通用工具类 好 我用这个东西 无非就是 对象转 Json自不算 Json自不算 转对象 就干这些事情 我把它封装一次 成为了工具类之后 你想想看以后 还又不用写了 又不用写了 所以这种东西 都是只写一次的 对吧 你做架构的时候 才需要写 你不做架构的话 别人都会封装给你 也就是说 你去上班之后 你像这种什么MapperUtios 它也可能不叫这名字 它可能叫JacksonUtios 也可能叫JacksonUtios 对不对 你看别人怎么起了 那人家都写好了 也就是说 你基本上是碰不到 封装这个事情的 这种工具类 全部都有 而且大量的 你像我给你提供的 第三阶段 那个项目就是 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工具类 对不对 我都封装好了 你只要直接用 调用工具类就行了 那真实开发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会让你来写 这种东西的 你去了之后 基本上这本页都写好了 好 那这个工具类 长什么样呢 都是填好的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又写好了 我们把它 复制粘贴一下 可以了 你看我在这里 就是创建了一个 Static的Object的Mapper 对不对 然后这里不就 电过来倒过去了吗 Object的Mapper .WriteValueS去 对了吧 电过来倒过去 怎么用 是不是啊 就把这些常用的方式 转换为Json字符串 然后这个 转换为JavaBean 对吧 然后转换为Mapper 是不是啊 常用的方法 把它提取出来 封装一下 放进来 工具类就来了 是吧 然后再回到这里 那我现在就是要 用MapUtils 把Map 我们这个是个Map吗 Map 转换为Json OK了 没了 这个不要 好 等会再看 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Map是 PutSuccessUIL ErrorMessage 还有下面这个是 ERNumberData 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这里面 接收到Multi MultiPodFile之后 我实际上是把这个File传给了谁啊 传给了Storage Service 由这个Storage Service来把这个字节上传到Fast的DFS当中就做到了纯储的效果 那下面返回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着前端来的 就和之前做那个 做那个分页的时候 他传的参数 对不对 那前端插件要求传这个 那你就传这个 他要求传的是另一个 你就传另一个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着前端东西带过来的 也就是大家是讨论过需求的 如果你是做前端的 那你可能就是说 你跟他讲 我这个返回的格式要长这样啊 好 那你就返回这个格式给他 他就能做到存储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配合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服务端 服务端啊 就是服务端就算做完了 服务端就算做完了